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你们的蜜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真人定格奇幻动画 宅男斯坦丽的发条生活 一个温馨且杂乱的小房间内 女人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 为斯坦丽迎来了清晨的第一束阳光 窗头摆放着一个相框 原来这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热水烧开,早餐就绪 斯坦丽坐上餐桌,吃起了早餐 只是父母的动作显得有点诡异 九点的闹钟准时响起 斯坦丽跑到阁楼的窗户上 看着外面的世界 是一个女孩一直追着一只小鸟和她共舞 看起来非常的快乐 突然女孩停下了动作 看着眼前的建筑 斯坦丽笑坏了 以为她看到了自己 立马躲了起来 紧张地拿起身边的小物件把玩 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 除了每天早上九点的那一刻 斯坦丽是充满期待并且开心的 其他的时间她都非常的无聊 只能在这个小房间里 每天期待第二天九点的到来 到了晚上斯坦丽下楼 发现父亲又开始鬼畜 原来是她卡壳了 转动父亲背上的发条 用力过猛 眼睛直接弹出来掉进了茶杯里 斯坦丽直接捡起来 按进了父亲的眼眶 喝点恶心 有点恐怖是怎么回事 父亲终于开始了正常的循环 一边的母亲又出现了问题 倒在晕衣板上晕自己 她背上的发条也卡了 到了该睡觉的时间 斯坦丽躺在那张早已容纳不下自己深恶的小床上 愉悦地等着母亲的晚安稳 在梦里她看见了那个女孩 在森林里欢乐地跳着舞 第二天她继续满心欢喜地 趴在阁楼的窗户上等待女孩 而这次 她等到的却只有女孩一个人 原来小鸟已经死了 女孩伤心地埋葬了她 斯坦丽也跟着女孩一起心碎了 她看着那个系着女孩发带的小鸟坟墓 做了一个决定 于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她打开家里的重重防御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坟墓旁 环顾四周 将死去的小鸟挖了出来带回了家 搬动了自己房间的机关 床立刻变成了一张实验台 无数的器材自动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将小鸟的内脏全都掏了出来 为她换上了全新的零件和一个发条 所以 复活父母的操作流程也是如此 我晚上要做噩梦了 第二天斯坦丽蹲在家门口等待女孩的到来 女孩捧着一束花 想来祭奠死去的小鸟 所以当斯坦丽掏出那只鸟的时候 女孩吓了一跳 然后斯坦丽转动了发条 小鸟开始运动 发出刺耳的尖叫冲向了女孩 女孩吓得直接跑掉了 斯坦丽待在原地有些难过 连母亲的晚安稳也无法让她入睡了 早餐时间 她看着脸上被自己孕伤的父母 突然卡壳倒在了餐桌上 父亲毅然 她陷入了沉思 终于决定埋葬父母 让他们安息 而她也背上行囊离开了那个 她几十年 甚至二十几年 不曾踏出的家门 她像梦中的女孩一样 在森林里游荡 发出了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笑声 所以你准备好离开自己幻想的精神世界 好好拥抱生活了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点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休息就了